大家好,歡迎來到NTU-CGM 今天要為各位解說的是2020年7月競線卡表的解析 這次的新競卡表在6月13號的晚上已經公佈出來了 而且在這個週末已經有日本的大賽開始採用 這次我們的競卡表多了一位新的成員 他是連結十字 而且這次被禁止他榮獲了最速競卡的前三名 這次的競卡連結十字呢 他是在2020年1月11號發行的1012的補充包來發行的 過了三個月之後呢4月1號他就被限一 然後再過了三個月他就被禁止了 總計呢這張連結十字他被使用了172天 是史上第三塊的 在他前面的紀錄只有小真龍的169天 還有秦劍猴跟火部偶的167天而已 中間幾乎只差了一個禮拜 如果說當時1012有受到一些因素延期的話 搞不好他就會變成第一名 可見得這張連結十字在現在的環境是多麼重要的一張卡片 之前都有講過所謂的競線卡表產業鏈 這個就不再贅述了 反正就是出各種強力卡片讓人家買 買完之後再把它禁掉 然後之後再出更強的卡片再讓人家買 然後再把它禁掉 靠著連結十字發財的這四位 其中這個武力軍奏也是身價水爽船高 幾乎每一副牌都因為有連結十字的話需要用到他 然後水機帶換售機 這個在我們的影片已經講了100多遍了 好這次連結十字進去之後呢 連帶來這四張都會回歸原型 好那在解析這次的禁卡表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2020年第二季的賽場 好這個是五月底的圓餅圖 可以看到說這幾週的環境的優勢主流 包括像是自明天晴 黃金國 魔舊 教導召喚師 還有驗聖騎士 閃刀機 天球等等 第十一期的新產品的話還蠻多在上面的 這期的賽場的優勢主流有幾副 像是自明天晴 驗聖騎士 教導召喚師 黃金國跟魔舊 因為他們體質非常良好 combo很強力 而且在續戰力上面也比其他牌組更加的優秀 所以這幾副是優勢主流 好那其他一些比較少的賽場主流 像是天球 閃刀機 教導引一 三星同步等等 好都是在賽場上非常常見的牌組 第二季會形成這樣環境的原因 好是因為出了不少反制真紅眼龍騎兵的卡牌 好在十一期的補充包裡面 好這個被玩家戲稱為是遊戲王的織田包圍網 好就是這些卡片都可以針對這張真紅眼龍騎兵 尤其是像這張三戰之才更是完全針對龍騎兵的武器 那因為受到這樣子的包圍 龍騎兵開始變得在賽場上沒有那麼強勢 使得環境回歸了大展開對黃金國的一個時代 所謂的大展開像是驗聖騎士 魔舊 自明天晴 或是教導召喚師 而黃金國就是反主流的代表 擁有強大的續戰力跟技能剝奪這張強大的卡片 在這樣子的環境之下 所形成的星境卡表是這個樣子 好我們這次的新境卡表只有一張新的禁止卡 就是剛剛所說的連結十字 限制卡是沒有改變的 然後新的準限制卡跟新的限制解除卡都是放寬限制 所以等於是說這張卡表只動了一張連結十字而已 好那為什麼本次的動到這麼少呢 有以下幾個因素 好第一個是因為日本疫情的關係 全面封閉了遊戲王的比賽 所以玩家這一期幾乎都沒有玩到牌 好那官方也沒有一個好的依據來決定這一期的禁卡表 那第二個因素就是 自從OCG進入第十一期之後 新卡都是強化舊的主題 好像是蓋亞、窦天使、聖騎士之類的 好在這樣子完善舊主題之下的環境 好所以沒有一個明顯的優勢主題在這個環境裡面 好再來就是官方一貫的作風 他們只會針對崩壞的根源來動刀 那其他的部分都會保留自由度 好通常一副牌如果沒有搞到天怒人怨的話 基本上是不會一次就把他砍死的 會讓玩家多玩一點 這個一方面除了讓玩家充分享受遊戲的樂趣以外 也是對官方的銷售有幫助的 不會說你買了卡片 玩一玩之後動不動就被禁了 這樣子玩家的遊戲體驗就很差 他就下次就不會再買了 好所以現在的話就只會動到那個崩壞的根源 好那我們要進入正題來解析這次的禁卡表 好這次的唯一的禁止卡連結十字 好基本上他在這期是大部分展開牌所需要的配件 好那可以將link直變為同步怪獸繼續的作招 當初他在動畫登場的時候 他是升Token讓一隻怪獸變成融合素材 結果在新大師規則改之後呢 他所升的Token變成很好的同步素材 所以導致環境中的展開牌幾乎每一步的起手都是先出水機 然後帶換收機之後水機變成十字開始作招 上一期四月表已經將連結十字來現衣觀察他的狀況 結果賽場環境證明了這張連結十字還是太過於泛用 所以這次就把他給禁掉 好那這一組好朋友呢一個一個都進去禁卡表裡面 現在還剩下了這個幻獸機極光還在 所以下一期的話他可能就會變成大大的泛用好朋友 好這次的武力軍咒沒有事情 好不過因為少了十字他也不好出了 這張十字的影響牌組還蠻多的哦 原本要禁他的重點是要針對驗聖騎士 魔舊還有彼岸的黑天使 這邊是代表三星同步那副牌的意思 這三副牌呢都可以以剛剛所說的水機出十字來作為出動點 而且可以做到非常大陣 這三副牌是影響最多的 不過這張連結十字的作用還不只如此哦 好有一堆牌組跟著遭殃 好只要你的牌組會用到水機 或是用銀金公主 或是用交縫眉羊 還有其他的link2的怪獸來變成十字來進行展開的話 好都會隨著十字被禁而導致他的威力大減 像是幻變燒靈 他會用到16禁位變成十字來賺資源 然後恐龍牌組 恐龍牌組的開局也是先用link2變成十字 然後再出水機 龍link是用龍蒙的那張可以檢索溪谷的 好那張link2來變成十字 然後後續再用水機來展開 再來機械騎士 會用星劍4來變成十字 然後觸發他的效果 好還有像是天球跟魔術師 都會用到銀金公主來變成十字來做後續的展開 還有其他跟著招讓的牌組 像是spiral啊 煉獄機 然後雷龍跟滴滴滴是使用交縫綿羊來變 好然後斬機跟王戰 他們的主要戰術也都會用到連結十字 好所以這些牌組都因為十字被禁了 他們的強度都大受影響 好總而言之呢 這十幾副牌都要重新的調整 然後並且再重新找到新的套路 好這次的十字被動到之後呢 有一副牌根本完全沒有事情 好他就是自明天晴 自明天晴已經是連續兩年的霸權主流喔 結果實際上被動到之後呢 他還是穩穩的在那邊 這次又沒有砍到他 好這讓他絞盡逃過 鏡子卡的部分講完了 接下來是限制卡部分 本期沒有新的限制卡 好所謂的限制卡的話 通常都會限制說過強的牌組出動點 好或是額外牌組的續戰點 這樣子的卡片才有限一的價值 好如果說他不是出動點的話 那他一張跟三張其實是一樣的 好比方說像圓龍星 他是需要前面再鋪場的 好那他一張跟三張就沒有什麼區別 好那像是額外牌組的續戰點 像是ABC 他有自體解體的能力 好這樣子的話一張ABC 跟三張ABC就會差很多 好那上次因為改規則的關係 總共有限制了23張喔 本期環境的話是沒有這類型的單卡 好接下來是準限制卡的部分 這次的準限制卡全部都是從之前的限制卡緩和的 都是放寬限制 好這次被放寬限制的有 灰白龍還有儲行人馬丘拉 還有煉絲臉跟孤蘭花 好第一張灰白龍他是龍靈可重要的特高點 在2019年10月的時候 因為繩子還沒有被禁 所以灰白龍就代替繩子挨了第一刀 好在之後呢 繩子跟十字都被禁掉之後呢 龍靈可他的威力已經少很多了 好所以就不用再限制他了 好所以先把他解惡列入觀察名單 那他的抓怪效果跟特招效果呢 好其實也都是一回合只能發動一次而已喔 所以把他解惡其實是還蠻合理的 凱恩大哥應該會非常開心喔 這是遲來的正義喔 把該關的毒瘤關一關之後 他們就會一個一個的被放出來 好再來是處行人馬丘拉 好這是一張15年前的老禁卡 在4月表的時候改效果緩和變成一張 他的效果被改成要從怪獸區進墓地才可以發動 好變成一個誘發效果 而且你發動之後呢 這一回合只有一次機會可以從手牌發動陷阱 好原本是從任意地方進墓地都可以喔 現在是從怪獸區進入墓地喔 條件跟他的強度都差很多 好所以這期也一樣是把他解成兩張觀察一陣子 好預計下一期的話他就會被解成三張了 好再來是戀絲連 好這張是相當早期的牌組破壞牆卡 他的效果有兩個 第一個是他自己被除外的時候 雙方牌組最上面五張卡片除外 第二個效果是他自己召喚成功的時候 可以將除外區的卡片全部都洗回去 並且上升攻擊力乘以100 在很早期的話就是這樣子搭配 用黃金櫃把練絲連給移除 然後在除外的過程之中 你可能牌組上面五張還會有練絲連 就可以再除外五張 搭配這張魂吸收美 除外一張卡片就可以加500分的基本分數 然後再加上什麼次元裂縫啊 宏觀宇宙之類的次元環境 就會使得這張練絲連有加血 跟衝高攻擊力的功能 好在原本的搭配單卡 有包括像是黃金櫃啊 魂吸收 次元融合 次元裂縫 DDR等一些從除外去特招的卡片 可以反覆的除外對方的牌組 這些搭配的單卡逐漸進表之後呢 這張練絲連也被遺忘了 在現在的環境之中 這個效果已經沒有那麼強了 所以本期解二來觀察一下 好最後一張解限制的單卡是孤蘭花 從七月之後呢 孤蘭花就可以放兩張了 他的效果是解放表測的植物族 從牌組特招植物族的怪獸 而且是沒有限制任何等級的 他所解放的怪獸可以包含自己 你可以下孤蘭花 然後解放孤蘭花 再跳另外一隻孤蘭花 然後再解放一隻孤蘭花 再跳任意一隻你喜歡的植物族怪獸 他是植物族的強力單卡 曾經因為植物令可的OTK而競表 目前仍然有相當強的縮輸能力 他的搭配卡片像是成長球精 還有鳳凰筆暗花 這些都已經變成禁卡了 不過他本身還是非常強的一張卡片 好那本期解二的動機其實非常可疑 可能有新卡要推 好那現在這張孤蘭花還有什麼潛力呢 你可以下這張孤蘭花 然後解放自己 從牌組特招這個 補師植物 藍風蠍 這張藍風蠍目前也是現役卡片 但是如果你有孤蘭花的話 等於說你牌組會有三張藍風蠍的特招點 然後藍風蠍就可以丟一怪獸 從牌組特招這個 補師植物眼鏡蛇 好這張因為補師植物的效果 特招成功的話 可以抓一張融合的魔法卡 你就可以抓這個簡易融合 或是抓這個明亮融合 都是有很多特招點的魔法卡 之後呢這兩隻三星的植物組 你就可以再做芳香治天使 或是彼岸黑天使 後續你就可以再做大家最喜歡的 水雞出幻獸雞 然後啪啪啪啪之類的 好遲早有一天這個孤蘭花會被玩壞 不知道官方這次要出什麼新卡提前把它先放出來 好最後是限制解除的部分 這次解除了兩張卡片的限制 分別是網路小龍跟深海的歌姬 這兩張在七月之後都可以放三張了 這兩張的共同特點是 他們都要召喚成功才能夠發動效果 所以必須要佔到自己的通招權 然後他們都有特招牌組怪獸的能力 所以可以一卡做出五星同步 或是做出水晶技巧 好那我們先講網路小龍 這張卡一開始也是搭配龍令克使用的 因為它可以一卡做出繩子 而且它可以被電子網挖礦來檢索 上手率非常的高 四月表之後呢 繩子被禁了 所以這張網路小龍也沒有再被限一的必要了 好那上期有把它解惡作為觀察名單 好因為表現良好 所以這一期把它解除限制 變成可以放三張的卡片 好那另外一張是深海歌姬 在一月表的時候 為了要賣1012的深海系列 把它解成了兩張 而且還出了一張強力檢索卡片叫做深海湧炭掉 好那歌姬可以通招 然後特招牌組裡面的海皇子 那海皇子可以做後續的展開 所以也是首坑的吸引器 好它也是海皇重要的關鍵卡 那已經有檢索卡 所以它也不需要再被限制了 而且就剛剛所說的 它需要佔到通招權 好所以在現在的環境裡面沒有那麼的強勢 所以本期將它解除個限制變成三張 好那因為這期連結10字也被禁了嘛 好所以在沒有10字之後呢 一星的怪獸是非常珍貴的 你可以用水機再出幻獸技 然後利用它來出武力軍咒 好那這個海皇子剛好就是一星怪獸 所以沒有10字之後呢 好這副海皇水精靈可以變成 少數可以搭配武力軍咒的牌組 好那後面的環境還是大有可為的 大家可以玩玩看 那總結一下我們這次全部的禁卡表 只動了一張10字 印卡動權表 證明這一期呢這張連結10字真的是搞到天怒人怨 其他卡片都沒有起到關鍵的加強作用 所以現在的環境將會持續下去 從7月開始延續4月表的這個環境 好那總評這次的重刀牌組 總共有驗聖騎士、魔救、三星同步 以及其他會用到連結10字的展開型牌組 那這個連結10字純粹就是因為它過得太爽而被動刀 那這些牌組之後只是要改變展開路徑而已 他們的強度應該還是會在一定的水準 好那這次卡表之後呢 比較重要的是有一個新卡包 CP20它有一些衝擊性的單卡 好那在這次卡表沒有被動刀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為大家講解 下一期環境有可能造成的變化 接下來我們來講解 2020年7月之後的環境展望 在連結10字被禁之後呢 賽場上還會看到哪一些牌組 7月的環境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即將要發售的CP20的這個卡包 裡面有一個系列叫做元素系列 這個是在遊戲王ZR裡面 大反派千尊組上它所使用的牌組 那這個系列我們在發售之前會再 詳細的講一次 那這邊的話先帶一下就好 它出了一張很強的場地魔法卡叫做元素網路 這張元素網路的效果是 從牌組複製魔法卡 而且會讓本家的超量怪不用拔素材就可以發動效果 那它所複製的魔法卡裡面有包含這一張 元素引導 這張魔法卡它的效果是 就是當我場上沒有怪獸的話 我可以從額外牌組特殊召喚最多4張元素之門的怪獸 那後續會綁定限制一次的召喚特招 那它的用法是這樣 我只要發動這張場地 然後從牌組裡面複製這張引導 就可以利用引導的效果跳出4張怪獸 那這4張分別是No.1234 這4隻怪的效果都是一樣的 那這邊先不細講 總而言之它們都是No.10怪獸 它們就可以出這張SNo.0霍普瑞亞魯 就是尤馬 它的召喚條件是同樣階級的No.超量怪乘以3隻 所以你不一定要叫4隻 只要有3隻就可以滿足它的超量素材 那尤馬它的效果是第4個 對方的回合一次 拔一個素材來發動 這個回合對方不能夠發動任何的效果 這邊的發動效果是包含說 怪獸、魔法陷阱的任何的卡片效果都不能發動 所以當尤馬的效果一旦適用之後 對方這個回合它能做的動作就是 召喚、覆蓋牌、進行攻擊這樣子而已 等於是讓對方整回合的行動都受到限制 這個效果跟以前的色彩支配者有點像 但是它是封所有卡片的效果 直接讓3種種類都不能夠發動 而且重點是它只需要用一張場地魔法卡就可以出來 而且這4張跳出來的No.怪獸 也都是在額外牌組裡面 不會佔你牌組裡面的空間 所以說官方在下一個卡包等於是又創造一個 單卡泛用的一個毒流卡片 好那這個元素系列所要搭配的就是新的主流 也是新的毒流叫做元素黃金國 在5月23號的時候 日本的哲子CS有開放先行 然後瞬間就直接被塗版 前4強裡面有3個都是元素黃金國 好那它強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只要一張卡片就可以讓對方整個回合被癱瘓掉 然後它自己又有黃金國的大量支援 好所以毒流再加毒流就等於更大的毒流 好在那一天所有的玩家都回想起了 被色彩支配者宣言的恐怖 還有整回合不能打牌的屈辱 那像這樣子的系統呢 一定會大幅的影響7月的賽場 好就算你自己覺得太無腦了不想用 好你還是要想一些方法來應對之後 最負的氾濫 好那這種東西這麼做壞 你覺得官方知不知道 好事實上官方一定是知道的 但是它沒有去動它 好為什麼 因為禁卡錶本來就是官方用來鋪路的手段 所以這個是資本主義的高強 然後這些是資本主義的鷹犬 然後有馬是資本主義的象徵 好那接下來就是要講下一期要打什麼的 好這邊純屬我個人意見跟賽場統計的觀察 我們有幾個點可以去考量 好第一個就是單卡的強度 然後第二個就是牌組裡面的細膩度 好所謂細膩度就是費劍的數量 它不能夠強度很強但是費劍一堆 這樣子是不會有穩定性的 再來就是第三個就是它操作的難易度 好如果有一副很穩又很有強度的牌組 但是它操作非常難的話 這種牌組也不會變成賽場的主流 好因為只有少數人能夠駕馭 好那就不會變成大眾化的選擇 好那要先講一下 雖然系統體質確實有強弱之分 好遊戲王有的主題強有的主題弱 好但是這個並不是決定勝負的主要因素 勝負決定的因素還有很多 比方說技術怎麼樣 然後背牌換的好不好 先後攻之類的 好客觀來說 牌組強弱的因素只佔了20% 好所以還是使用者的熟練度為優先 好再來就是分級常常會不準 因為我只能從當下這個時間點去推論 好有的牌組在後續被玩家開發之後呢 他的打法是會變的 好那他的強度也會跟著改變 好所以這邊的分級只是方便新手入坑來參考而已 之後如果環境有變化的話 那是很正常的 好本來這個環境就是瞬息萬變 沒有辦法預測的準的 那下一期的環境的話 會有三副是SS級的主流 這三副本來在現在的環境之中 就已經是主宰賽場的存在了 好那禁卡錶又沒有動他 像是剛剛有提到的 黃金國的牌組 然後還有自明天晴 自明天晴也沒有被動刀 還有在1101才出來的教導召喚師 這次也沒有被動刀 所以下一期的教導召喚師 可能還會是環境的主流 好那接下來是S級的主流 這些牌組基本上他們的體質都非常優良 就算在連結十字被禁掉之後呢 他們還是比其他牌組稍微優秀一點 好像是驗聖騎士 然後閃刀機 然後魔舊 還有天球 這四副牌組他們的體質都非常的優良 下一期的話 應該是每一周都可以看到 這四副牌組有穩定的上位 好接下來是A級的主流 A級的主流的話 他有一定的強度 但是他有一些小缺點 沒有像上面那幾副那麼的完整 所以他們會兩三周出現在圓柄圖一次 好像是幻變騷靈 幻變騷靈少了十字之後呢 就回歸到他本家的打法 再來雷龍也是 就回歸到本家的雷龍打法 好轉生野獸這一期沒有動 所以就維持在A級 好再來魔術師 然後弟弟還有影一 好弟弟的話就還是靠千查萬別 弟弟本身也是系統小 可以搭配元素系統的一個牌組 魔術師的話基本上就跟以前一樣 影一的話可以跟教導搭在一起 然後可以再提升他的強度 還有像是恐龍 恐龍的話因為連結十字被禁了 所以就要回歸到之前的 陣容恐龍龍星的打法 排組的負擔會比較重一點 好再來機械騎士 機械騎士也是少了十字 稍微弱一點點而已 好再來煉獄機 好煉獄機基本上沒有動 然後三星同步 好三星同步的話 少了十字的話強度是差很多 好就沒有辦法防隕石 不過還是可以打 好再來是海皇水精靈 好割機解了三張之後呢 出動點變多了 好再來安迪米翁 好基本上沒有變 還有其他一些像是龍令可 然後spiral還有甜點 好彼岸真龍跟龍女僕 還有十二獸 這些牌組都是有一定強度的 好大家可以去玩玩看 好其他的選擇的話 就不一定會有出現上位了 好那純粹是說 他們還是有他們獨特的戰術 好網站裡面都有介紹 那就是推薦給大家可以玩玩看 好那像是SR06的魔王龍 和病毒那個系列 好然後黑魔島啊 青眼白龍 還有不死竹 還有古代機械 然後驟眼 機甲 斬機 銀河眼 還有魔玩具 好然後還有真六五重 伊格尼斯 機巧 還有龍破壞劍 還有引靈一 好像是BF同步 好同步者 列車 三幻魔 還有海金蟻女 好然後魔旦射手 馬魚者 衛戒獄 還有月光 還有新出的小動物套牌 童話動物 好這些都是可以玩的牌組 好大家可以去找來玩玩看 七月之後呢 還會出一些新的產品 好像是有新的兩副獄主要要出來了 好像是七月要推出了新的SD39 臨時套牌 這副牌有一個特點就是 從牌組可以直接發動效果特招的怪獸 好這個是蠻特別的 1102會強化這三個系列 那強化程度都還蠻大的 好像是RR 然後幻影騎士團 還有UA 好這三副牌組其實都強化蠻多的 好如果你真的喜歡的話 在八月可以考慮玩這些牌組 好都加強的還蠻多的 好然後還有新的御主是龍盟御主 好龍盟御主是加強的有點過分喔 好他不但多了自己專用的檢索卡 然後還出了一張新的王牌怪獸 好那張王牌怪獸有無效怪獸效果的能力 到時候也有可能會變成一副主流牌組的選擇 好那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好那還有很多沒有講到的牌組 只要他有出現在圓餅圖裡面 你有範例可以抄的話 其實大家都可以試試看 好因為這個遊戲基本上都是很多元的 玩法非常的自由 好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只要你進到我們的網站裡面的話 就有很多的範例可以供你參考 好那大家如果有出現的牌組 你喜歡的話都可以去試試看 好那上面介紹的牌組這麼多的話 我們入坑要怎麼樣選擇自己的第一副牌呢 好這個問題是還蠻重要的 好假如說你沒有選對牌的話 很容易造成一個很差的遊戲體驗 好所以入坑一定要選擇一副適合自己的牌組 講一個最基本的原則 就是要選你所愛 你去找丙圖上面有 然後卡圖上面又對你自己有感覺的話 是最好的 好因為你喜歡這個東西 你才會想辦法去進步 好如果說你不喜歡這個東西 只是為了打而打的話 好那反而那個遊戲體驗會很差 好你會在這個遊戲裡面找不到目標 好那你的遊戲之路就不會長久 好所以要選你自己所愛的 那像是很多新手都會想要入坑玩閃刀機 那網路上就有很多人會去建議他說 新手不要打閃刀機 因為他要吃對手的判斷 好不容易打得好 好事實上對一個新手來說 他的目標不應該是把勝率提高 他的目標應該是要從這副牌組裡面 去學習到這個遊戲到底是怎麼運作 所以其實閃刀機是很適合新手的 因為你閃刀機的魔法他的使用呢 會決定了你這場決鬥的勝負 好所以一個新手可以在跟對手的應對當中 學到在哪個時候可以做正確的事情 反而有很多討論的空間 好再來就是預算考量的話 直接到露天拍賣去找單卡來買 最划算 好基本上這個觀念我已經講了好幾次了 好抽卡包啊或是抽福袋 好那些的效率都是非常低的 你想要什麼就直接買什麼 這樣子你的錢才會全部都花在刀口上 這樣子就有人就會說啊 那個水閃刀那麼貴啊 我也沒有辦法說可以直接用抽的 可以花少一點錢 好如果你的運氣只是一般人的話 沒有運氣特別好的話 抽到一張水閃刀所需要花的錢 跟你單買一張水閃刀 好絕對是單買水閃刀會比較少一點 好那再來就是操作難度考量 好新手陸坑最好是選一些不用計combo的類型 好不要說像是那個博士效果 spiral牌組的話 其實就不是很適合新手陸坑 因為那個有點難 中間做錯一步的話你就會差很多 好剛開始陸坑的話 最好是選比較簡單一點的 好那如果你還是沒有什麼組件的話 就是你對每一副牌組的卡圖 都沒有什麼感覺 好你的預算也沒有特別考量 然後你也沒有特別想要挑什麼牌組的話 這一期的新手我們一律推薦黃金國牌組 好這個黃金國他的特點就是他簡單暴力 而且他玩不膩 好黃金國雖然是一副牌組 但是他的牌組有很多的搭配系統 好你可以每一個喜歡的系統都加上去玩玩看 好新手的話很推薦黃金國 好因為真的很簡單 而且強度又很夠 對新手來說他的失誤率不高 所以黃金國真的是新手的第一個選擇 好那假如說你已經看了影片看很久 而且你確定要深耕這個遊戲的話 好你要找一些比較多人玩的 好這樣你的討論的人才會多 才會容易有成就感 好像是天晴啊閃刀機 驗聖騎士或是教導召喚師 好尤其是像是天晴的話 他已經存活了超過兩年以上 好你買一副天晴可以打兩年 我相信這個對新手來說是蠻棒的一件事情 好最後我們總結一下 七月之後呢環境將會持續 從四月表到七月表呢 只有少了一張連結十字而已 好所以展開牌要想新招 但是環境估計影響還是不會很大 好那最近常常看大家留言啊 覺得說有一個風氣就是 只要大家覺得說某一張卡片真的是太強的話 就會對他投以一種仇恨值 比方說真紅眼龍騎兵 會希望官方來主持公道 把他給禁掉之類的 好那必須跟大家講的是 這種心態其實是不健康的 因為你要知道這個遊戲本來就是 舊的毒瘤走了 又會再生新的毒瘤 所以永遠都有進不完的卡片 而且官方的禁卡表都常常抓不到重點 所以你要依賴官方的禁卡表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遊戲怎麼都玩得這麼痛苦 好當你覺得某一張卡片真的太強的話 你應該是要想辦法去克制他 而不是想辦法讓官方把他禁掉 在每一期都是要找方法 而不是每一期都在找藉口 所以玩家的思考能力其實才是勝負的關鍵 好比方說像上一期的連結十字 好雖然說他很強 好但是你可以用 對手也可以用 好其他人也都可以用 大家都可以用 所以這個遊戲基本上還是公平的 好所以這個禁卡表並沒有特別偏袒誰 好既然你選擇不用的話 你就要想辦法去應對他 好這個才是正確的心態 好那這次的禁卡表內容比較少 所以大概講到這邊 好下學期的話 歡迎加入我們的社團 希望到時候是有社客可以再開 好如果你覺得今天的講解還不錯的話 可以幫我們訂閱一下YouTube頻道 打開小鈴鐺 好你就可以接到每部影片的最新通知 然後記得按讚追蹤我們的粉絲專頁 好然後善用社團的網站 ntucgm 好上面有很多牌組的介紹 然後還有整理每一周的上位卡表 是一個非常實用的資源 好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今天的講解都先到這邊 如果你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拜拜 拜拜 拜拜